嗨 大家好 我是歐滴媽媽 歐滴媽媽今天呢 坐電車坐得超級久 現在是日本時間 六點半左右 天色已暗了 然後呢 我們現在要來吃拉麵 現在在新宿歌舞伎丁的旁邊 因為甲府那邊新幹線斷了 所以甲府的行程我們就要取消 今天先暫時住在新宿飯店 這個APA飯店 明天我們就前進雨奈月溫泉 希望北路新幹線呢 能夠安全讓我們順利到達 好的 待會我們就來品嘗這裡的拉麵 懷麵的造地日本拉麵 這一碗叫做蛋蛋麵 蛋蛋麵長得怎麼樣呢 來我們看看 哦 是這個麵條 也是拉麵的麵條 它的滋味呢 應該是辣辣的 你們說錯 然後這一碗呢 就是在台灣 常常吃到的拉麵 醬牛拉麵 我待會就要來嘗嘗看 它跟台灣的滋味有什麼不一樣哦 煎餃 煎餃 這個就是我第一次來到東京的時候 二十多年前嘛 吃過的煎餃 在台灣曾經吃花月朗 可是感覺總是找不到那種味道 今天一定要來嘗嘗看哦 看看 這個就是 日本拉麵店的水餃 這是中華水餃嗎 嗯 OK 我們待會來品嘗看看 看這個麵皮 感覺就蠻Q的 嗯 哎 伯丁媽媽要來吃拉麵哦 試試看哦 先喝個湯 醬油拉麵 哦 很清爽 它這個醬油不是那種 很鹹的醬油 它就是有那個 甜甜的醬油的味道 然後再來吃拉麵 它的口感 哦 Q耶 好Q哦 這個跟在台灣吃到的感覺怎麼不太一樣啊 真的很好吃耶 這個感覺不是很有名 可是每一件都很好吃 我們還有點一種叫水餃 這個好像中華料理 可是來到日本也要吃吃看啊 嗯 阿姨這邊就是 他們的師傅 在煮拉麵 小小的店 每一位都好像是這個 拉麵達人 這一間叫做小廁 拉麵 這一間叫做小廁 拉麵 那在這個地方呢 很多上班人都會進來吃 我們是看到這個餃子定時來的 我們今天住的地方呢 我們今天住的地方呢 就在這個隔壁 這邊是新附 不過啊 日本這樣子的拉麵店很多 他們從早上11點營業到深夜4點 深夜食堂 我們今天要來吃拉麵哦 我們今天要來吃拉麵囉 中文字幕——YK